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Kitty南边好学区的一套新房子 这套新房子的特点是它售价36万5千美金 但它有五个卧室 而且它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好多个客户 因为它喜欢这个窗户朝南的房子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论当中 这个坐北朝南是一个比较好的朝向 那我今天介绍的这套新房子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 而且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 周边的所有的房子都建完了 也就是说你买过来之后直接入住 周边一点都不会嘈杂 因为小区几乎是完善好了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 你看它有高窝的大的高条厅 它有朝南的朝向 它有五个卧室 它的一楼就有两个带洗手间的卧室 二楼呢有一个独立带洗手间的卧室 还有两个共用一个洗手间的卧室 所以说它的这个利用面积非常的好 而且它所在的区域的学区很好 它到中国城到亚洲城的距离都比较近 如果您在这边需要找几个说中文的朋友 那这边也是比较多的华人居住的一个区域 那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子吧 如果您对这些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在我微信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先让我们看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了 你看它所在的位置 那一面就是湖 转过来 这是一个codeside的位置 所以呢这个房子的位置非常的安静 再回来看 双车库 这个房子是正向朝南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理念上的作品朝南的这个理念 所以说它里边就非常的亮堂 进来看一下 一进门 左手边是这样比较高挑的一个大楼梯 然后呢 右手边是一个书房 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 你看它的书房都是这个石木地板的 然后它的主要的客厅的部分是瓷砖的 我们再走进来 就是一个很高的高挑厅 现在我背光了 我来这个不背光的这一面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一面好了 这一个非常大的高挑厅 高挑厅的旁边是一个大的书房 这个厨房 厨房里边所有的电器都会带着 因为这房子刚建好所以电器还没有安装上来 这边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早餐厅 我们从这儿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院子了 其实这个房子的院子不是很规则 但是很大 基本上算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 然后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它的pedi 这样一个长长的pedi 你可以在外面烧个烤啊 大家聚会的时候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呢 先看一下它主卧盒的洗衣房 这个位置就是洗衣房 再出去的那个门就是车库的门 然后这边走我们就来到了主卧 你看大主卧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房子只有三千 不太到三千五百尺 但是房间的感觉布局上是很大的 包括它的洗手间 你看它洗手间很大 淋浴间做的也蛮精致的 包括两个洗手台 升级的大理石瓷砖 椭圆形的浴缸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这个房子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是这房子五个卧室 所以说呢 这个房子一楼有两个卧室 我们现在看的是主卧 再去看一个一楼的另外一个小主卧 小主卧的门口是一个洗手间 它这个洗手间还是开窗户的 所以你看即便不开灯都很亮堂 旁边就是这个主卧 小主卧 这样的一个小主卧 然后现在就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吧 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好的设计 是这个楼梯 你看它这楼梯的这个设计 大窗户非常大 所以这个楼梯很亮堂 根本就不用再以朝向 都非常亮堂 上来之后先到了这个game room 这就是一个孩子玩 或者是玩台球厅的地方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带着厕所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比下边的小次主卧还要大 带着一个全位洗手间 这种房型住起来会很舒服 因为它就是已经有三个卧室带着洗手间了 那互相之间非常的不打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的第四个卧室 第四个卧室是在不带洗手间的 它的洗手间是在这边的 一出来 看它的洗手间在第五个卧室这儿 那这个洗手间就是不带窗户的了 它有两个水槽 里面是淋浴间和马桶 然后旁边就有第五个卧室 这样的一个设计 如果您家里人比较多 跟父母一起住的话 这种设计是很好的一种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如果您对这种新房子 特别是比较好的区域的新房子 三十几万价位的 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是您随时加我微信 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